近日我国在线的一些重大工程 有了新的进展 我们来看 昨天上午 福夏高铁避风4隧道顺利实现贯通 隧道位于福建省福清市和莆田市境内 全长8.4公里 被建设单位列为全线一级高风险 难度最大的重点控制性工程 据了解 福夏高铁北起福建福州 途经莆田 泉州 南至厦门和漳州 全长278公里 沿线共设有车站8座 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工程 也是我国首条跨海高铁 预计2022年具备通车运营条件 近日北京目前里程最长 工程规模最大的单体山区高速公路项目 国道109新线高速全线桥梁施工 开始进入铺架阶段 国道109新线高速 起点位于北京市西六环军庄立交 终点与河北张卓高速公路相接 路线全长65.4公里 按照计划 国道109新线高速将于2023年底建成通车 届时原本两个半小时的交通时间 将缩短至40余分钟 极大缓解京西地区交通压力 有利于促进京津际交通一体化 中文字幕提供